后台有很多粉丝私信跟我说 你一个18年的iPad Pro 3的话都要卖到3000多 你是真他妈黑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一个机器的价格是按照你们的缘分来去计算的 我真的不明白某些那些想法 难道3000多的iPad数字系列2020款就很香了吗 你们是不知道 那个2020款的iPad 10简直就是韭菜机 今天刚到了一批iPad Pro 3 目前市场64级WiFi版拿货的话都要大概3400左右 小杨这边出的话也就是3599 我们再去看一下去年3月份的一个情况 拿货叫的话是3550 出的话是3699 兄弟们时隔一年的时间就掉了100来块钱 你们还敢说苹果最保值的是iPhone吗 为啥这么说呢 我们来简单对比一下你就明白了 虽然iPad 10有个好听的名字 iPad 2022 看似发布时间更短 但不表示着它的配置是最先进的 就当iPad Air 4来比较吧 20年发布的A14的一个处理器 全贴合屏幕还加入了侧边的Touch ID 那么两年后的iPad 10也才有所推进 A14处理器Touch ID以及祖穿的非贴合屏幕 这样看来的话更像是一个常规升级了 那么价格也是最新款的iPad 10 可以说是毫无性价比可言 在小人家同样是31999的价格 能入手一台综合配置比它更好的L4X卡版本了 那iPad Pro 3的话就更不用说了 作为iPad Pro当年旗舰的转型款式 基本上能够给你堆的料 直接给你堆满了 5年前的A12X性能接近现在的A15处理器 相比iPad 2020的话 A14还要更强 放到现在依旧是有顶流的一个处理器 以及更出色的全贴合屏幕设计 旗舰机才有的立体四扬升线 以及120Hz的一个高刷 体验的话也是绝对丝滑 同样是3000多的价格 iPad 2020 A14和Pro 3 你告诉我应该怎么选